黑色轎车逆向行驶停在超商旁 两名黑衣男子下车持球棍开山道 一看到目标另一名男子也加入 冲上前围住被害人一阵狂殴 被害人被砍伤左手打倒在地痛苦哀嚎 所以他车子应该是开到前面去 然后那个两个先下来 来了就要打 嫌犯一路从大街打进超商内 店员见状赶紧通报警方 不过警方赶到现场三人早已逃之夭夭 没多久我们就来了吗 新北泰山八号晚间 三名二煞跟黄姓被害人 相约进行毒品交易 二煞逃出三万块却想毒品黑吃黑 拿了货不付钱还痛殴对方 事后开车逃逸到新北芦州 一处加油站加油 被辖区远景盯上立刻上前包围 他们就这样倒过去 停在他们的前面 刚刚把他们整个挡下来 然后车上四五个人就冲下来 然后拿着枪这样子 就说不要动就下来 远景在嫌犯车内搜出多包毒品 和三把开栓刀 而不久间警方安居专案 扫毒品绩效 但专案才一过 台面下毒品黑吃黑 嚣张砍人行径当街上演 治安亮红灯也让民众不禁担心 自身安危 记者陈广瑞宁佳营新北采访报道 可以帮助 他可以帮助 为了 写任